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繼續今集都同大家更新多微辣方面的資訊, 沒想到這一日有這麼多微辣的相關資訊可以報導出來, 其實今早都出了一條影片, 說微辣的藝人GaiWing出了一個YouTube影片, 影片就好像是一個廣告來的, 當中就講到馬來西亞旅遊局和相機品牌, 找他過去這一個地方玩呀拍影片呀, 然後就說是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是有條link說可以叫人click入去買相機之類的東西, 我不太記得啦,因為現在都查證不到, 因為他條影片就光速地下架, 上了一天都不到, 其實我昨晚做影片時大概是三點鐘的事啦, 晚上三點鐘啦, 看到當時他那一個影片的瀏覽量都是約6000左右, 不算好高呀, 一個18萬多訂閱的頻道, 竟然是只有幾千的瀏覽量呀, 而且他那一個訂閱的數量是多個like的數量不少的, 其實為何會落架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原來有很多的網民、市民, 衝了去相機品牌的官方網站那裏留言, 我們看看他們的留言講些什麼呀。 首先呢,看到這一個貼文的回應啦, 雖然這間的相機公司呢, 就沒有出一個很官方的貼文, 就說跟這個雞兵呀, 或者微辣呢,取消合作, 但是看著他們的對話下, 有網友就說啦, 我是用緊你的產品呀, 希望你們將來呢, 就說不要再跟這些失德的公司有合作關係呀, 而他們公司回覆就說到啦, 說他們在2023年的7月呢, 已經跟他們公司還有旗下的藝人解除合作關係啦, 影片呢是藝人在5月份參加活動那時, 他們所拍攝的, 影片的相架呢, 純屬藝人的個人行為, 跟品牌無關啦, 就說非常抱歉, 對大眾造成一個誤解, 還說感激他建議, 他說品牌呢, 之後會慎重地選擇合作藝人啦, 那跟著呢, 還有人回覆啦, 就說你們都癡善的, 還跟微辣的藝人合作, 本身你們部360第一代已經不是那麼好用啦, 當下玩具就OK啦, 太食電和畫質不是那麼好, 再出新東西呢, 他都可能會買來給女兒玩一下, 但是你們公司真是癡善啦, 搞到咁大件事, 還跟他們合作, 平時不用Facebook, 都要入來跟你們公司做一個這樣表達啦, 跟著下面他再回覆, 亦都是copy上邊的內容啦, 就說啦, 一早已經跟他無合作啦, 跟著這些網友也都提到, 說不要再給這班人去賣廣告啦, 最後呢, 有人繼續講啦, 就說雞兵條片已經是落了架, 就說原諒他們公司那樣話啦, 公司方面就說感謝他理解, 非常抱歉啦, 首先呢, 其實都同大家分析一下啦, 我首先呢, 當這個這樣的回應是正確啦, 是對啦, 但其實我有些疑惑的, 為甚麼呢? 一條片一早拍好了, 又不update的呢? 等到現在才來update的呢? 再加上他有上下兩集的這條片, 會不會有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因為阿晶這個事件, 阻礙了這一個影片的更新, 那現在他打算出回個鋪啦, 那怎知呢, 就被網民為止, 其實這一個這樣的動作呢, 都是一個試探性的動作來的, 是試探一下你們的網民呀, 網友呀, 對於他們現在, 好像不太關事的藝人出來鋪頭, 你會不會對他們好反感? 會不會在那罵他們呢? 如果是沒有人有些什麼抵觸的話, 基本上他們可以慢慢試探復活的, 但是我現在這樣看, 他所謂的慢慢復活, 其實都復活得幾心急的, 就8月10號出完一個po, 暫停更新, 7日左右, 一個禮拜, 就以為自己可以復出了, 那些網民可能就雕探了這件事, 一兩日沒什麼人講味了, 就即時想復出, 其實看到可能有個情況發生的, 就是微辣的藝員, 或者微辣的公司, 他們現金樓應該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就急著這樣復出, 如果不是, 他們是可以攤一個月的, 反正都現在這樣的情況啦, 攤多兩個禮拜, 湊夠一個月的話, 其實都不會是一個好大的問題呀, 現在這麼急著復出的話, 好可能就是好似我剛才這樣講啦, 現金樓出現了問題, 需要趕快去想辦法去做一個復出, 賺點錢, 但其實現在他這樣做, 是對於整間公司和公司旗下的藝人, 有更加之大的傷害呀, 為何我要這樣講呢, 因為很簡單啦, 你雞翁和羅拔圖這樣復出啦, 鋪廣告啦, 還要一復出就鋪廣告唷, 這一樣東西是完完全全是挑機的唷, 那本來如果你是出個鋪, 好像去嘗嘗水溫呀, 看看人們會不會罵你呀, 那樣大家可能那個敏感度未必那麼高, 好似豪D那樣, 他說退出微辣啦, 可能很多人都是覺得他無辜啦, 那其實他現在隔了幾日, 在今日亦都是出了個鋪在那試探式試水溫的, 出個鋪說自己吃麥皮呀, 說沒麥皮呀, 媽家加了好多料呀, 不知類無無聊聊的東西啦, 那時間點好巧合的, 為何呢, 客契Wing條片落了假沒多久, 你豪D就立刻出個鋪過來試水溫, 其實我自己估計, 他們應該都好在意現在的網民怎樣看他們的, 因為如果網民是用實際行動去封殺他們, 去不看他的影片, 那他們可能已經是好難在這個行業上面生存的, 因為始終你做網紅啦, 如果無人看你, 你無流量的話, 你就是無價值的, 再加上他們如果是這樣擺埋三四個月的話, 好難可以再有些什麼好高的流量咯, 其實之前都有同大家提過啦, 可能他們未立方面是轉了一個方式的, 就是他們用公司的形式去support這些自己的藝人, 就幫他們拍影片, 寫文案, 他們的藝人就出鏡就可以了, 那頻道的收入呢, 就拆翻一份給公司, 就你好我好咯, 那主頻道暫時不更新咯, 甚至乎之後再復活主頻道做的事, 就是類似一些公益性的事, 就在這希望做到洗白咯, 但是可能他們亦都是低估了網民對他們的怨氣, 因為這兩個廣告出來, 是對微辣造成一個更加強烈的二次傷害, 就是為甚麼呢, 就算這些廣告商是有山流言也好, 怎樣都好啦, 流不到言也好啦, 這些想學其他廣告商是看在眼裡的, 嘩, 我如果這個時候我還找你去落這些廣告, 如果我們公司被人罵, 被人在這裏鋪上網在這裏講的話, 我們要用多幾多錢才可以恢復得到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以後不要找你去做廣告啦, 甚至乎見到你們那些人, 我都避了你, 可能他們不會跟你說有些甚麼割蓆的, 因為可能廣告都未出嘛, 大家不要出聲啦,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 但是我自己覺得, 好似Keyring這條片, 應該不太可能沒問過拍照那間相機公司自己出吧, 因為跟這些公司合作其實應該都很嚴謹的, 如果是他自己個人行為的話, 為什麼他又會把連結出來呢? 好匪夷所思呀, 不過怎樣都好啦, 我現在, 他說到了7月份, 就已經跟薇辣停止合作, 跟這個藝人亦都沒有合作啦, 那麼他怎講怎好啦, 他敢講我敢相信啦, 所以我才說現在他們這樣的試水溫, 瘋狂試探網民呢, 是對自己造成了一次的二次傷害, 那但是反過來講, 可能藝人方面亦都比較急的, 那可能他們原本所接的廣告都不多啦, 那如果連這些這樣的廣告箱都沒了的話, 之後他們怎樣賺食呢? 那但是我們反過來講, 如果是他們薇辣的幕前藝人因為薇辣發生了這樣的事, 而搞到自己之後都沒有工作沒有廣告的話, 是不是代表其實他們在市面上的商業價值其實都不會很高呢? 就等於是沒有了薇辣這家公司這個70萬訂閱的頻道去支撐著他們, 他們在市場上是找不到食呢? 這個可能性其實都相當之高, 因為你說10萬20萬這一個這樣規模的頻道是非常之多的, 大家可能已經是用了其他指標去看下你的平均瀏覽量呀, 那個粉絲的黏性之類再去做衡量的, 還有啦, 你之前是薇辣這家公司的, 他們再衡量到一樣東西, 如果我找你賣廣告, 我們公司會不會糟糕呢? 我再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給大家聽呀, 我們切身處地, 如果換了你是公司去負責Marketing的人, 你會不會願意冒險去再用薇辣的藝人或者公司去下廣告呢? 為什麼我會說冒險呢? 因為其實如果你坐這個位子的話, 你不是公司負責人, 你不是公司老闆, 你都只是打工的咧。 如果老闆採用了你這個project計劃, 但是一出這個鋪, 就被人群起蜂擁而上去攻擊你們, 說你們幹嘛用這些藝人去宣傳你們的產品, 然後罷賣的話, 你覺得你會不會糟糕呢? 身為一個打工仔來講, 就不會給自己沒有一些這樣的風險的。 變成現在薇辣和他的藝人是相當之厭戒的, 這個處境。 因為如果你一日還在薇辣, 你一日都不用只意接到些什麼廣告啦, 至少這一年半載, 你不用只意接的啦。 可能有一些廣告願意給你試的, 可能你朋友的廣告啦, 但可能一被人出征去罵的話, 就搞到別人都是一身矮的。 再加上現在的網民其實好聰明啊, 就好像雞丙條片那樣, 大家一看都知道是廣告來啦。 還有再加上, 那些網民這樣投訴完之後, 他的影片真是落了架, 亦都給了一些成就感滿足的這些網民啦, 變成薇辣和他現在的藝人肯定是會被人 繼續追擊的。 就算他是開一間新公司去做都好啦, 我相信是不可能這麼快是可以做得到一個 有流量有規模有訂閱的頻道啊, 因為已經整個時代不同了啦。 未啦, 當年拍的片可以成功, 就因為當年沒什麼競爭, 但現在來講呢, 市場上的競爭非常之大, 任何一個領域你現在想出頭, 不是那麼容易啊。 再加上未啦, 其實近這幾年的影片已經是有些光狼才盡的感覺啦, 甚至乎有些影片, 他的內容是跟抖音快手是非常之相似的, 真是不知誰抄誰啦。 那一些這樣的內容, 如果你的演員不是特別討喜的話, 你開一個新的頻道用回這一群人, 那你覺得那些網民看不看得出呢? 甚至剛才我所講啦, 是說, 他們個人頻道去做經營公司去幫他剪片製作, 那這一點, 現在這樣看, 好像都不太可行啊, 因為你看到, 其實他們亦都是做近一個AMB測試的, 為什麼呢? 那我不講豪子啦, 我講羅密圖, 和雞翁啦, 一個就出影片, 一個就IG story, 我不理那個影片到底是不是廣告啦, 那其實呢, 他是做近測試, 我試緊這兩個方式, 到底哪一個方式少人鬧些, 好, 但原來不是, 兩個方式一出來都是被人鬧到爆的, 再加上這兩個人, 不是核心的人物都會這樣啊, 我想他們可能又會再想一個星期之後, 再睇吓怎樣處理, 去繼續想他們的復出大計啦, 但其實一直這樣被網民追擊的話, 你們覺得他復出的成功機會率高不高呢? 下面的藝人, 你們又覺得哪一些人是可以叫正正常常做回到所謂的KOL網紅或者藝人呢? 因為好像這次那樣, 只是兩個廣告已經是看到網民對他們的反應, 對他們的觀感是非常非常之差啦, 那最後啦, 其實我都是覺得他們公司在這個現金流上面, 可能有一個很大的壓力啦, 因為其實看回他們的頻道, 現在那個瀏覽量都已經是跌到非常之低的啦, 近三十日來講, 他們每日那個瀏覽量都是只有三萬左右啦, 不會好高啦, 這個瀏覽量他們是養不到公司的人的, 只要你的網民你持續不看他的頻道的話, 可能他們的經營壓力是會越來越大啦, 同時也都看到了, 他們說公司的頻道停止更新, 但其實他們公司是有繼續在運作的, 由今次的po影片和IG story你已經可以知道他們是在玩什麼啦。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面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